韩信死亡之谜 韩信 约公元前二百三十一至前一百九十六年 西汉开国功臣 齐王楚王 上大将军 后变为怀音后 公元前三世纪 世界上最杰出的大军事家 大战略家 中国历史上伟大军事家 战略家 战术家 统帅和军事理论家 韩信熟安兵法 自言 用韩信兵多多益善 作为战术家 韩信 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战术典故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临近射夷 下阳偷渡 牧鹰渡君 背水为营 拔至翼至 传袭而定 深沙绝水 半渡而击 四面楚歌 十面埋伏的 其用兵之道 为历代兵家所推崇 作为军事家 韩信是继孙武 白起之后 最为卓越的将领 其最大的特点 就是灵活用兵 是中国战争史上 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 其指挥的 井行之战 围水之战 都是战争史上的杰作 作为战略家 他在败将时的言论 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 作为统帅 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率军出陈仓 定三秦 秦位 破代 灭诏 详焉 伐旗 直至 该下全歼储君 无疑败继 天下 莫敢 与之争锋 作为军事理论家 他与张良整兵书 并著有兵法三篇 但是这位大功臣最终的结局并不如想象中的美好 他被吕后 萧和 捕杀于常乐宫中 三足被疑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大功臣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呢 一直以来 史学界对韩信的死因说法不一 各之一词 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汉高祖五年 平定三旗之后 刘邦被储君围困于行仰 焦急等待韩信率兵来救 但是刘邦等到的并不是韩信大军 而是韩信自请封为齐王的尚书 这让刘邦十分震怒 但是 有求于人的刘邦也只好遂了他的意 刘邦并非是心甘情愿 而是现实所逼不得已而为之 韩信自请封王的做法在刘邦心中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因此 在楚汉战争刚刚结束 刘邦就设计夺了韩信的兵权 洗封为楚王 入楚的韩信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 反而与项羽旧部钟离妹相交甚密 刘邦对韩信的怀疑更甚 但是 一代帝王 怎能单凭怀疑就诛杀建国功臣呢 刘邦就算是权倾天下的帝王 也必须要以礼夫人 真正让刘邦有机会杀掉韩信的原因 在于 有人 告韩信谋反 一种说法是韩信的死因在于谋反 自请封王事件之后 刘邦对于韩信已经是心存芥蒂 杀掉韩信只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这个东风就是有人告韩信谋反 所以 当有人举报韩信要谋反的时候 刘邦就再也没有犹豫了 他抓住了这个时机 采用陈平的调户离山之计 以出游云梦为借口 趁着韩信来陈朝会见之时逮捕了韩信 果断而深谋远虑的刘邦 仍念韩信 因建国功勋并未杀之 改封为怀殷后 史居长安 还有一种说法是刘邦为了消除割据势力统一集权而不得不杀韩信 刘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 成为西汉王朝统一集权的重大隐患 尤其是在刘邦基本上控制了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杰的分裂活动之后 异姓诸侯王各成为刘氏家族的眼中钉肉中刺 韩信被吕后萧和所杀 只是吕后为了自己以后篡权扫出障碍 而萧和作为韩信的举荐人 捕杀韩信是因为当时自己已深受刘邦猜疑 如不屈从于吕后的意志自己也会遭到诸恋 所谓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所以韩之所以被杀 所谓谋反只是莫须有的罪名 吕后揽权才是真正的主因